女儿在生活当中有做过什么 让你特别感动的事吗 我做优势的时候 第一个月的工资 给妈妈买了金项链 因为完成她这一个小小的心愿吧 至今她还不舍得戴 都不舍得戴的 对 我妈就想要一个金戒指 我也给她买了一个 也舍不得戴 要是我妈还在的话 我给她买一个大钻戒 但她已经戴不了 所以说这份孝心 你现在还能够付出 其实这也是一种幸福 妈妈有什么爱好吗 妈妈平时非常喜欢看二人传 喜欢看二人传 对 听二人传吧 对 听二人传 那样会带来快乐 我能看见的时候 经常都是一个月 带妈妈去看一次 因为一个月她会换一次演员 今天是你的心愿 是吧 对 和妈妈有关 对 来 我扶着你 先把心愿说出来 我的幸福心愿是 在我临终时刻 带妈妈到更多的地方去旅游 好 贺大姐想去哪儿啊 我想上北京天安门 看我们祖国的首都北京 为什么说是临终时刻 因为我现在的糖尿病 已经到了晚期的地步 我四年前又患上了尿毒症 现在的我需要每周透析三次 来维持我的生命 每隔一天就要在我胳膊上 穿刺两针 这些都是透析留下的疤痕 医生说我的糖尿病很重 透析也只能维持三到五年 今年已经是第四年了 你不可以做肾脏移植吗 正常的人是可以肾脏移植 但是我因为有糖尿病 所以做不了移植 你会觉得不公平吗 老天把你的每条路都堵死了 因为我虽然遭受了 这么多的痛苦折磨 但是我很幸运呢 我总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会有好心人伸手帮助我 像在我失明之后 我学会了弹钢琴 这是有一家钢琴教育机构 免费在一对一的教育学钢琴 然后在我偷袭的路上打车 有一位好心司机知道了我的故事之后 把我的故事报给了他们的爱心车队 爱心车队免费接送我十八名司机 一接就是四年 我真的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 感受了大家对我的这份爱心 她心态还真好啊 今天对妈妈有什么 应该有很多话想对她说 对 都是平时没说过 来 你对妈妈说 来来来 妈妈 非常感谢您 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 您一个人辛辛苦苦的 把我和姐姐拉扯大 真的是很不容易 您的身体不好 每天还要照顾我 为我做饭 每次我偷袭回来的时候 看到你处着双拐 还要摸着为我做饭 我的心都碎了 妈妈 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去公园 我们拿着音响 在外面唱歌 是多么开心呢 妈 你喜欢听二人转 我就带着你去看二人转 你那爽朗的笑声 还在我耳边响起 那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在我眼睛疼得 不形的时候 抱着头窗墙的时候 您对我说 无论你是美丽的蝴蝶 还是一只飞蛾 您都要做最美的那只 我在您的身上 看到了坚强 我也会一直坚强地活下去 但是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 我也会有一些不舍 还有一些愧疚 现在我的生命 已经倒计时了 假如我有一天离开了 我也会笑着离开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离开了之后 还有姐姐 姐姐会每天陪您聊天 推着您 陪您去看最爱 看到二人转 推着您去沐浴阳光 我也会在天堂 祝福你们的 妈妈 我爱你 我爸也不认识 妈妈我爱你 生他 妈妈 我不遭 我不遭 咱们 怎么 whiskey 你看 obscure